- 继续《财富》的节目时间,直播室里面有朱子超,也有我们的拍档单位,香港恒生大学,两位教授在这里,John和Ken,John和Ken,你好。 你好,这个话题我很喜欢,因为我挺喜欢喝酒的,遇到这位朋友,之前在不同的活动都遇见过,就是一位做洋酒代理的老板,来到我们的节目,John和Ken,你两位喝不喝酒? - 少少吧。 - 少喝就可以二姐,大喝就可以养声。 - 不开玩笑了,这个时候也隆重介绍我们的嘉宾。 - 好,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集的嘉宾,很高兴,我们请到文德荣先生,来我们今次的讨论。 - 其实文先生就是刚才朱子提及,是韦成洋酒的总经理来的。 - 其实这是一个家族生意来的。据我所知,已经去到他的手上,已经是第三代的全盛了。 - 除了文先生他经营这个酒业之外,其实他也是我们香港商业专业评审中心的会长。 - 他也有很多其他的公职,包括他是香港童军总会, - 和香港性药行救商队的一些长官,或者是一些委员。 - 好了,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我们讲一讲,看看Eric的生意。 - 其实我知道Eric第三代的掌陀人,即是韦成洋酒, - 从他夜夜,已经在元朗一间很小的士多开始了。 - 去到他爸爸手上,就成为一间的办公, - 去到Eric的手上,已经成为一个有超过20多间零售点的网络了。 - 线上线下都有生意。 - 我想知道差不多40年了,即是从1960多年开始, - 到现在40年有多了。 - 当中有什么挑战,有什么发展,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 好,大家好,多谢邀请我上来了。 - 那我们韦食洋酒,1968年就开始成立了。 - 那时候是一间士多,来到现在是55年了。 - 那以前是一间,在元朗一个士多, - 那就是买那些饼干,汽水,那些糖果,那些小的小店。 - 那一路传承到我爸爸的时候, - 那我爸爸就加入了一些买酒的元素。 - 因为在香港80年代的时候,那个经济起飞了。 - 很多人都喜欢喝一下Berrandi, - 在法国买的Berrandi, - XO Cal Charon,大家都有听过。 - 听爹地说的。 - 还有什么鱼翅拌饭,那时候那些。 - 说股票各样的经济有非常之好。 - 那时候很开心,那时候在那个时代。 - 所以我们就开始买洋酒了。 - 到大概1999年左右,我就回公司帮忙。 - 当时1999年,我们也有买那些啤酒汽水做批发。 - 那些洋酒,我们也有批发回到新界的店铺。 - 好像酒家,酒楼,那些其他的小型商店, - 我们也有批发给他们的。 - 但是在我回来做,那时1999年, - 其实我们的行业里面的竞争都很大。 - 去到03,03沙士的时候, - 香港的经济也都一样的。 - 所以其实都挺辛苦的。 - 那时候我都要做駕车送货。 - 其实我当时都駕了两年火车。 - 那又要做业务员, - 即是我们叫逛街。 - 即是我们都要去拜访那些不同的客户。 - 就问一下我们卖酒的,你们对不对? - 这个价钱对不对? - 因为那时竞争很大。 - 大家的毛利亦都很低。 - 所以都没办法了。 - 都要逼着业务员又要做。 - 早上做完业务员, - 下一小小又要上车开车送货。 - 都持续了一段时间。 - 一路做着做着的时候, - 生意又开始好转。 - 那我们就都开始在法国那里, - 都进口了很多些。 - 慢慢慢慢进口的葡萄酒。 - 因为在80年代那个时候, - 其实主要是葡萄地。 - 一路买到可能九几年了, - 其实红酒在香港都未算十分流行。 - 都是可能在90年代, - 开始慢慢慢慢就普及了。 - 当然现在葡萄酒, - 大家都随时会在家里吃饭, - 都随时会开酒。 - 以前真的要开酒, - 是不是真的爸爸生日, - 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喜庆事才开酒呢? - 现在不是我们跟朋友吃饭, - 还是做任何喜庆的东西都好, - 都会开枝红酒很普及。 - 现在在积极市场都很容易, - 周围都可以找到。 - 而且价钱亦都抵了很多, - 便宜了很多。 - 因为现在香港葡萄酒进口是不需要税的。 - 现在只要税的话就是烈酒, - 即超过30%酒精的烈酒就需要打税。 - 那个税率都挺高, - 还是100%税的。 - 以往葡萄酒进口就是30%税, - 其实之前就已经减了, - 减了变了0%税, - 更加促进了我们的行业的发展。 - 是的。 - Eric, - 让我打断一下, - 我也想问一下你的powerful, - 因为听你这样说, - 由在1999年开始接手, - 真是从低造起, - 其实去到你这一代, - 再要接管变成更大的事业的时候, - 你加入前, - 有没有什么想法? - 其实我心目中已经有一套计划了, - 希望将位成改革, - 有没有这种抱负进去, - 还是先做着, - 摸一下石头过河, - 一边做一边改革, - 还是哪一种风格呢? - 其实都是先做着的, - 当时都是纯粹回店铺帮忙, - 做一下吧, - 先慢慢做一下做一下, - 先去认识了店铺的运作, - 认识了这么久以来, - 阿爺和阿爸, - 如何在店铺赚钱呢? - 先了解一下, - 然后看看会不会有更好的方法, - 或者更好的方向去改变, - 好像是说, - 开始慢慢慢慢地入葡萄酒, - 其实当时我们, - 其实是一间士多饭馆, - 是只有一个门市的, - 是 - 其余那些主要都是靠批发的, - 那我一直入了不同的酒, - 因为很多时候, - 你主要就是靠在同法香港的供应商去拿货, - 再卖给人的时候, - 其实中间那个毛利是很低的, - 而且问题就是我们在行业里面的竞争都多, - 即是你赚10元, - 我要抢你的生意, - 那我赚9元, - 你赚9元的时候, - 我赚8元, - 所以变了一, - 如果不入自己的品牌, - 不直接自己入, - 一来那个毛利非常低, - 二来就都会被人控制了这个价钱, - 那我们一直入了不同, - 慢慢慢慢入了很多酒, - 其实整仓都是酒, - 其实我要开一间门市, - 再开多一间分店, - 其实我的投资亦都不是很大, - 那我去租一间店, - 给个装修费, - 请几个伙计, - 那些货本上已经在了那个仓了, - 在那个仓拿下去就可以买了, - 当时是这样想, - 因为当时薪金也不是很高, - 当时要聘用人比现在更容易, - 租金, - 也都沙市过后, - 都不是很贵, - 所以, - 好的, - 我开了第一间分店, - 做了半年一年左右, - 觉得又可以继续发展, - 慢慢慢慢去开, - 直到现在我们有23间分店了, - 很好, - John, - 我有一点都想问一下你的意见, - 就是听Eric说, - 他要减价和行家斗链, - 可能几十元利润他都要捏下去, - 为了要欠份额, - 立刻想起要红海变南海, - 你觉得他的体验是怎样呢? - 在Eric身上, - 其实Eric今天和我们分享的很有意思, - 我就用一个这样的字来形容, - From extraordinary to ordinary, - 一般人就会说, - John不是说, - From ordinary to extraordinary, - 如果大家听一下Eric的故事, - 不简单, - 他买XO的, - 一直去到 extraordinary, - 去到买红酒, - 即是说, - Eric他很flexible, - 他看到市场的需要的时候, - 一直由高档去到一个普及化都可以, - 不过这个不是最重要的spirit, - 我是看到他人, - 他是一个 extraordinary的老板, - 后来做了什么? - Ordinary的司机去送货, - 这个我想是一个很大的, - 第二个故事, 我听Eric说的就是, - From ordinary to extraordinary, - 为什么呢? - 我开过 retail有什么特别, - 他有自己的方法在买下一, - 他觉得就会跟人鸟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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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ding, 很值得我們去看 其實講了幾樣東西給我聽 第一個就是Flexibility Eric很大的Flexibility 你懂不懂 由老闆去到駕車 你懂不懂一轉產品 由XO賣到這麼威猛的酒 去到普及的紅酒 又反過來 由retail開始做回頭 又做回去 一個extraordinary的retail 我用一個chain也好 一個retail的franchise也好 都是一個他很成功的 我想這個Flexibility是重要的 另一件事就是 他看到市場 他是Flexible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the 市場 當然突然另一件事就是 夠不夠膽 好像Eric那樣 去嘗試不同的東西 由高師尊降貴 又可以嘗試到 由很低層再做上高層 又可以嘗試到 需要一個膽識和承認 我想問Eric 在整個過程裏面 其實你爺爺和你爸爸 他怎樣影響到你經營 就是衛城這個生意呢 其實我爺爺和我爸爸 就最 就是給了一件事 我就叫我很重要的 就是一個相遇 因為我自己是新界人 我們舖太在元朗 其實元朗其實幾十年前 很小 其實很多人都認識你 尤其是這麼久的 他一定是跟我說千丁萬俗 就是一定做生意 最重要就是那個相遇 就是你說做生意一定要老實 就是一定是不可以 就是要令到招牌 就是一定要散到立立令 就是 所以其實當初我去想 這個也是很對的 所以是 這麼久以來我也是 抱著這個宗旨 因為你的相遇好 那大家就是對你的東西有信心 那你才可以做到一個 延續一個下去的 就是五十年一百年 那其實最重要是那個相遇 是的 那這裡 是的 不好意思 你繼續 因為那個相遇這件事 就反而又有一件事 會有很多制造 就是當你說在生意不好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事情想 你又會多了很多的 就是要想 咦 你這樣做法又行不行呢 是吧 就是會不會有些 灰色地帶 或者有些事情 那些就進了 是變了 一想起這件事 就不要做了 就是不要想著 以這個方法 可以賺多些錢 會容易一些 那所以就是 一個提醒 是的 其實很對的 就是Eric這個分享 其實我們就講到那個I Integrity 就是我們上次有 另外一個朋友的訪問 都講到 就是那個相遇其實就是 那個Integrity 就是剛才我講了 有些是可能不能做的 就是有個底線 尤其是賣酒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朋友都怕 那些酒會不會是假酒 或者究竟是否是水貨 還是怎樣 所以我覺得 在傳承裡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要上一代 和下一代 就是有一個教導 他們的Integrity 那個誠信 同手無欺 這些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做酒 做零售 這些我覺得 是更加重要的元素 那除了Integrity之外 或者我們所謂的商語 還有一些什麼 其實在爺爺或者爸爸身上 你學習得到的呢 呃 勤力 一定要 一定要 最主要 他都是 因為我爺爺 都說 我以前那些店舖 以前做事多 差不多不用關門 那些店舖 那些店舖 就是 因為 尤其是那一代 真的 我爺爺開店舖 那時候 真的在樓上住 對 前後居 很多 七點就開店 晚上十二點都不用收店 對 沒錯 所以變了那個時間是很長的 當然現在都不行 那到我爸爸做的時候 都已經 都已經跟爺爺說 其實都不用開這麼長時間 哈哈 有收店時間 對爸爸說 有收店時間 那我覺得 都主要 他們帶給我 都是 這兩樣東西 那我覺得 起碼這兩樣東西 你是保持著的 根本上 你做任何一個行業 都 應該會成功的 沒錯 是 那做酒的行業 我覺得 都要與時並進得很快 那科技 就是以前的釀酒技術 和現在的釀酒技術 都很不同 那對於你作為一個經營者 對於自己來說 就是要計算 就是我入的酒 要賣出去 又要適合市場口味 又要利潛好 那些盤數 是否在你手上 現在 最重要 現在香港 很多我們的消費者 喝酒的人 對於酒的認知 都已經很豐富 已經很豐富 不一樣 以前 你說喝紅酒 怎樣喝 就扣七氣 哪一隻 這個不會的 所以很多客人 對酒的認知 都很高 還有他也希望 想試多些東西 因為我們香港人 在香港是最好的 你要賺的酒 也好 在香港是很容易賺的 周圍都有 因為都有利於免稅 所以現在的產品 就要多元化 還有要有很多 就是外國 或者大家覺得 有什麼新的口味 或者新的東西 就要盡快引入香港 我們紅酒 白蘭地 香檳 甚至沙啓 現在 中國白酒 我們都有 好像 之前疫情 封關了 大家都不可以去旅行 香港人最喜歡去日本旅行 在那段時間 大家又不可以去日本旅行 就在那段時間 我們 日本酒沙啓 突然之間 升了差不多兩三倍 當時我們 很多貨都未必夠 即時我們就找 在日本那裡 找了幾間清酒品牌 都要即時在那邊 找幾個清酒品牌回來 供應市場 那段時間 真是很厲害 那些清酒 就是 香港市場很好 John姐 這種變化 比對上一節 我覺得現在 Eric 是不是開了竅呢 extraordinary ordinary 現在就變成diversity 一路就開始闊了 是不是 開始覺得這條路 就越來越大 對於你來說 他走的方法 是不是都對呢 其實就是這樣的 剛才Eric 就是說 由 extraordinary 變成 ordinary 變成 extraordinary 又可以再 變成 diversity 的時候 這個階段 我看到Eric 是 我又會用三個詩 來形容他 第一個 就是 confidence 那個信心 這個就不是他自己的 他說是顧客對他的信心 我進來衛城 我就覺得你買什麼酒 我都可以 我相信 第二個就是他的勇氣 就是 你不是最好的 環境當時 我們都要試 有一件事 我覺得 Eric 我用第三個詩 他有一種curiosity 他沒有說出來的 不過我覺得 他很願意試一下 Sake 你想想 由羊酒 變紅酒 變Sake 其實他有一種curiosity 也可以這樣說 也有一種commitment 他剛才說 我就勤力 我家人就教我勤力 這種其實是 人家說 我盡我的辦法做得最好 所以 這一種的 幾個的詩 會成為 Eric 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 我幫他加進去的curiosity 就是 你看看他試很多東西 而且你看看他整個 prover 你看看他不只是做羊酒 也不只是做老闆 還要做很多不同的慈善事業 又參加不同的東西 今天 不知道鏡頭看不看到 Eric穿衣服 今天很有 taste 一定看到 今天很有 taste 你以為他特意嗎 不是 平時都是這樣 我從來沒見過他穿衣不漂亮 有紳士的典範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他真的很care 每個細節都做得好 這是我自己的observation 其實Eric也有參加 很多不同的公職和社會活動 其中一個就是 香港商業專業評審中心 我還知道 剛剛Eric當選了會長 我想知道 在這方面 會不會影響到你的生意 或者對這個傳承有什麼影響 其實商品中心 其實商品中心 是一個 現在是有42個商會組成的團體 來的 商品中指就是 持續進修 終身學習 我們42個商會主要都是零售批發和服務業界 裡面包括化妝品、酒業、汽車、白火公司業 很多我們涵蓋二十幾個行業 從業員大概有三十幾萬人 所以我們商品就有一個叫做榮譽院士的班秀計劃 以及副院士商務司的推動計劃 主要都是頒發一些獎項 就是給我們業界有貢獻的 有推動行業發展的 那些人士就會有個榮譽院士 我們也都可以鼓勵一下我們的員工 因為很多員工 可能一路做的熊富仔出身 希望他都可以一路一路令到他可以學習 可以去進步 又可以幫到公司之餘 又可以給回一個榮譽的同事 這個計劃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因為我自己都有新同感受 因為我一路開店 開到大約十間 發覺自己真的開始不行了 搞不定 因為沒有那個知識 沒有那個東西去令到 可以再令到公司發展 因為你一路做的時候 你人多了 生意多了 你要管的東西也多了 尤其是我們是面對不同很多的範疇 好像我們又要處理進口 要找貨 你除了本地的供應商 有外國的供應商 然後回來又倉儲 又運輸 最起碼要懂計算一盤數 又會計算 之後你請多了一個人 你又要什麼 你又要管人 是不是這樣而管 你罵他好 一定是給多一點錢好 兩樣都不行 所以在當時我一路做 一路做事的時候 就讀了一個MBA 當中慢慢學習了 就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馬上學 慢慢可以去轉化 看看可不可以在我自己 這盤生意那裡可以應用得到 我讀完這個課程之後 又認識到很多同學 都是雙平中心 因為我們雙平中心 有四十二個會 很多會都是不同行業的老闆 認識了原來雙平中心 他的理念和方向 跟我的想法都很對 一定是要自己進步 你才可以管理到公司 才可以令到公司再進步 所以理念非常之好 所以我就加入了雙平 然後都很積極去參與會務 會務一直參與 到今屆了 我就競選會長 都很榮幸地可以獲選為 今屆第十屆的會長 其實我和Ever的口中 其實他的分享 很符合我們Fish的模型 最後一塊H Human Capital 會發覺在全城發展 某個程度上 去到某個位置 會有一個瓶頸 我剛才Ever說 去到十間店 已經開始覺得 有些困難 怎樣做呢 請人那裏又怎樣 計算等等 他會去讀書 其實這就是我們Human Capital的徵稅 就是要去持續進修 要不斷增值自己 剛才Ever說得很好 自己不進步 你怎麼可以令到公司 都會有進步呢 所以我也很同意 其實Ever的經驗 正正在我們的模型 就反映到最後一環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Human Capital 要持續進修 要爭取機會去學習 你才可以吸收一些新的知識 令到自己的生意做得好之餘 也可以更加承接爸爸 或者爺爺 交給你的使命感 看到雙圈之外 其實上一節也提到 建立了不同商會組織的商品 但是Eric本身都很積極參與社會事務 這裏也可以看看你的看法是怎樣 做一盤生意 你要24小時 好像第一節這樣說 爺爺那代事多不關門都可以 但如果你要做生意 也可以全盤的時間擺在這裏 但是你怎樣的心態去想做社會事務 其實當初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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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始終也有一點回饋社會 也不要說到那麼偉大 只是出一點力去幫助一下 聖約翰救商隊我都加入了十幾年了 我們主要都是幫助 因為聖約翰救商隊 都是免費為很多社會提供服務的 所以資源那方面都要有人去資助 我就參與一下出一點勉力 也認識到很多朋友 也認識到不同界別的人士 聖約翰認識最多的是醫生 都可以跟不同界別的人士多些交流 我也喜歡跟不同界別的人士交流多些 那就學習一下 這裡又要問一下翰的意見 翰是我們的智者 不是不是不是 我聽到Eric的故事 就是他做生意已經開始上了手了 而且他的human capital也挺廣闊 但是他都不斷關顧四周 有沒有一些新朋友可以認識 我這種很特別的企業家精神 不只是看著自己的生意 而是交朋友結友 廣立言士 這種態度是否必要有一個企業家的精神 還是現在這一代 可以說是必要的 因為為什麼呢 都說過長春企業 只能夠長春是因為他對社會有貢獻 你沒有社會對貢獻的時候 好像最近一部電影 原來你騙人的一下子就倒下來了 為什麼你長青 因為其實不斷的 譬如有時候我們這些藥廠 或者有些很好的品牌 為什麼他能夠一直下來呢 就是因為人家對他有信心 剛才Eric有說過 但是信心於什麼呢 信心於他真的能夠做到一些產品 或者服務 讓我們得益 這個才可以長青 所以譬如說剛才Eric說到 如果我只是做自己的酒業 這樣才算 我幫到一部分人 都可以帶來一些娛樂 但是反過來 如果我就這樣就停下來 所以人家對這件事的感覺就不同了 不是一個well being 現在well being 是一個善行的家族 一個善行的生意 那時候呢 剛才Eric說過 你也對我有信心 我先不會賣價 你想想 這個信心是來自 但是你那個企業家的言行 也是可以看到的 就是 為什麼Bill Gates 最後他把自己的錢 變成一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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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希望能夠幫到更多人 如果我的心是這樣的時候 你知道我賣的產品 我賣的服務 如果我是為了賺多一個幾號 我就不會做什麼 這樣做 或者做得來都很假 但是不是的 Eric做了很多年 是做了很久的 自己身體力行的 那時候你 也是一個品牌 就是trust的一個建立 講回傳承這個問題 你家裡其實怎樣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 或者處理 怎樣去將一些錢 會不會有一個信託 或者就是一些遺囑 怎樣去做一些傳承的工作 其實就沒有特別 怎樣去做這個這樣的工作 你說起這個課題 搞到我又很有興趣 又想一下 接下來又沒有 要你去學會多些 怎樣可以做一個傳承 又可以就是 第一 第一件事就是將東西傳承 怎樣可以一代一代的延續下去 那中間 看看會有些什麼可以做的 我都要了解多些 希望可以有些 將可以投資那方面的東西 因為要 Kent 你要看看 有些什麼 要指引 找到恆星大學 就是iCAP 都應該幫到我 對 都可以幫到 因為我們都是持續進修 其實剛才朱子說得很對 因為Eric他為什麼這麼喜歡PVCBS 就是因為那個持續進修 而持續進修 不斷給你新的idea 剛才說走類都不斷轉 這個轉動並不簡單的 你要有一個很好的資訊 你要不斷學習才會 要不然 你都不知道 原來世界已經變了 喝紅酒喝sake 你不知道 所以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Eric 除了Kent提到財富 怎樣傳下去之外 我覺得 你在人際關係 和一些核心的價值觀 知識 有沒有什麼方法 傳給你的子女 或者下一代 因為聽上幾節說 就是爺爺爸爸 就是灌輸下來給你 但你的做法 已經和上兩代很不同了 你現在有沒有一套 什麼想法 讓他們融合你的理念 再推出去呢 如果我要再傳承的話 我想都要開始想 因為我的子女大了 我真的讀中山 差不多了 要開始了 第一屆 你看來很年輕 你好像在附近我 認一下酒的標籤 先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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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一件事 就是自己家族生意 就是那一行 其實自己子女各樣東西 都要看一下 玩灌輸一些的 讓他們了解了 認知了 然後要怎樣提起他們的興趣 我們都一直好像喝酒一樣 其實很多人以前覺得 你賣酒的 你是不是可以喝酒 是不是可以喝酒 之類的 其實不是現在我們做酒 要是把那個形象上面 我們是要告訴別人 我們是怎樣去享受那些酒 因為尤其是很多內地 以前要出去應酬 很多我們香港人 回內地應酬的時候 一想到昨晚吃一頓飯 喝到不知怎樣 抬著酒 一聽見就有一個負面的感覺 第二就是說 有一個害怕的感覺 會覺得喝酒 就會很辛苦 所以我們一直都是要跟別人說 第一 理性喝酒 怎樣去享受 其實酒配了食物 其實是做了一個好的配搭 酒的味道 和食物其實都會是好的 所以在這一方面 怎樣去灌輸給下一代 他們知道 做酒起碼不要有一個負面的感覺 然後如何去令到他喜歡 然後再去怎樣去鑽研 然後再去想一下 怎樣去包裝 怎樣令到可以做得好 有什麼方法可以令行業 也好 或者我們自己公司也好 怎樣可以做下去 要提出一個他對的興趣 從而希望他可以接手 當然現在他們都是小時候 其實都沒有想著 怎樣去逼他 是不是一定要回來接手 Eric剛剛說的這段 令我想起一句說話 人家經常都說 走得快好世界 但我也改了一些 叫做走得好全世界 什麼意思呢 走的德行 如果你真的好的時候 希望將這件事全變全世界 所以我立即想 Eric很厲害 走得好全世界 你預備 可以詳細說 Eric他本身不只是賣酒 是賣個走得 我想以後就不是說走得好 走得快好世界 而是走得好全世界 是的 我想這個是新的一個演繹 甚至是一個我自己都很欣賞的 這是一個很值得去宣講的一個原理 因為我們訪問過 譬如大家族 他們的祖父輩 或者更多的幾輩 都是很著重操守 德行的傳承 我聽Eric這樣說 一方面我覺得你是一個很肯學習的人 另一方面你是很肯接受新事物的人 反而將這件事融合之後 你比下一代 我覺得你的心懷、胸襟都會很寬 下一代的子女應該在你身上 體現得到 John說的一種走得 或者一種德行 這件事難不難傳到呢 走得好 這個傳承很難 我覺得更難傳錢 錢是一個個帳 所以Eric厲害 走得好這個字 在說兩件事 他轉市場轉得快 亦都說他走的得行是好的 走得快的 亦都走得好的 Eric你有沒有太富 打算幫助下一代手 讀十多歲 讀書 但你都要籌備 公司裏面有兩個老臣子 先幫忙 會不會這樣開始培育他們 都不是時候 什麼時候 不過這方面也有想的 現在就開始 叫他們提出一些興趣 去看看 有時我們喝酒 又教他們怎樣開酒 他們都願意去學 又去看看酒的顏色 或者我們今次吃什麼菜 我們今次配這隻酒 他有時會問一下 又有時會問一下 你怎樣喝這隻酒 他都會有些興趣 喝得也聞得 我們現在喝葡萄酒的認識很重要 由小朋友開始學起 十八歲 立刻讓他喝兩杯 我想其實酒裏面有很多學問 有不同的提子 或者剛才Eric說怎樣儲存 都不是不容易的事 有些葡萄酒 放得久 可能只有三年 那已經變成醋 拿去煮菜 其實未必是喝的 但在文化上 尤其是德行 是文化 怎樣去享受酒 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 灌輸給下一代 剛才阿莊說 有一個正面的認識 這個酒 其實是一個 entertainment 不是一些所謂 我們的魚酒 就是魚酒 我想問一下Eric 因為你的事業 我突然想起 線上 現在在行業裏面 都已經有很多線上 沒有實體舖 甚至是網店 已經是將酒待你 而他們面對的優勢就是低成本 不過都要面對一個運輸成本 但你怎樣去應對電商這個潮流 你自己有沒有做呢 電商有 我們有網店 網店其實在疫情期間 那個生意比之前多了兩三倍 我們主要做門市的 網店以往就叫做輔助形式 人有我有 也不會特別在那裡推 因為如果在 我們又要顧及我們門市的同事 如果我在網上推 你要推又要減價各樣東西 我上網買更便宜 我在店裡買當然不行 現在我們主要的網店 就是希望可以有一個 O2O Online to Offline 可以做一個輔助的模式 有客人可以看到我們廣告 在Online那裡訂 訂完之後可能我送貨給他 那時候我又給一些門市的Coupon 或者是怎樣 可以令到門市兩邊可以幫到手 還有現在都要時代不同了 我們都要拿回那個客人的 可以給一些優惠 可以給一些優惠 我們都做了一個CRM的Apps 安裝了我們的Apps 我們又可以給一些資訊 尤其是最主要就是給一些Coupon 可以給到客人可以去買 他喜歡的酒 針對那個酒有一個優惠 還有還有儲分換東西 就是現在都在不同時代 都要不斷改變 都要一直去選 就是要令到那些客人要回頭 沒錯 John有沒有總結 總結陳時要交給你 不是吧 其實Eric剛才都說了 我仍然都說 走得是很重要 為什麼呢 我們看的時候 我們全世界的時候 我不是只說整個世界 而是傳重在世界裏面 因為這件事的確是值得去宣講的 而Eric在整個傳承裏面 我自己很欣賞 他除了承傳了自己的生意之後 他都將自己的一個走得 傳承給他的子女 這件事重要 他自己是新教 這樣的時候 亦都是跟親戚關係很重要 本來走就是一個很好玩 亦都很有意思的東西 他是跟家庭裏面作為一個親戚關係 亦都是他生意的部分 我想這個是非常值得我們去學習 即是我們可以將我們的生意變為一個興趣 以至於我傳下去下一代的時候 他不會覺得 爸爸你叫我做廠嗎 不是這樣吧 即不是我一種 我想是一個很好的成傳的概念 希望Eric往後就越做越好 亦都帶出更多新的看法 在市場上 多謝你參觀一下我們這個節目 預祝你時事順利 多謝 謝謝 我再看 我們等一下 我們���